這個儲存格 是第七列有沒有 第七 那這個儲存格應該放什麼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是 把這個的公式怎麼樣 丟到這邊來 然後改一個 改兩個地方 把這個七有沒有 改成什麼呢 改成R就好了 這個概念跟之前那個 改個I不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怎麼寫呢 這個儲存格裡面先把這個先刪掉 因為等一下還要再一次 這個的話就是 這邊點兩下 程式記得寫在這個按鈕裡面 然後就是把這個 這個其實可以先D欄 後面有三個嘛 所以你乾脆這樣 這後面三個都是丟公式 所以我就把這個是 E 這個是F 然後G 那丟什麼公式呢 這個的話就是 拿剛剛的這個 這個 裡面的 這個平均有沒有 取消一下 點到這邊來 把它貼上 當問題呢 這個列數不對 所以要把什麼 把7改成R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個R 這個應該沒問題 這已經寫過N變了 只是說之前是用I 現在變R 那這邊呢 也是一樣 最簡單的方法 把這個複製一下 雙引號到雙引號貼到這個7 這樣OK了 這個呢 一樣 所以 怎麼樣把這個 合格不合格 把這個複製 一樣怎麼樣 貼到這邊來 然後一樣怎麼樣 把這個7改成這一個 所以不用重寫 不怕一件 雙引號要變兩個 這個雙引號 其實你可以用取代 不過因為 這邊不多 只有四個 所以我就直接怎麼 自己稍微打一下 就是合格不合格的前後 本來 有雙引號有沒有 把它變兩個 然後把這個7改成上面這個R 有沒有 雙引號到雙引號 複製一下 一樣把這個7貼上就可以 這樣就OK了 那在這個的話呢 這個是這個 這一串 不過這個可能就要用取代 可能比較OK 這邊的話呢 一樣 我們用什麼 用那個 附屬運用程式裡面的這個 記事本 可以把它貼上之後 一樣用取代 這個前面講過了 就是快速的一個變兩個 可以全部取代 再把它複製一下 把它再貼到哪邊呢 貼到這個程式裡面 然後看到7的話 一樣怎麼樣 就再把它改成R 這樣子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這邊 記得這個地方 複製嘛 看到一個7 把它貼上 一個 這邊又一個7 貼上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說要非常的小心 只要呢 你每個地方都做對了 這樣子 就寫完了 好 試試看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 沒有很多的動作 我這些動作前面都做過 只是說我們把前面講過的東西 換個地方再演練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變出很多花樣出來 以後 你看到說 老師你這邊怎麼一件可以完成錯 其實都是從這邊衍生出來的 沒有太多東西啦 不用以為說 怎麼越學越好像永遠學過的 沒有啦 就丟公式 好 那再來我們來試試看 一樣再把它怎麼樣 執行啟動表單 然後輸入 我剛剛是把它刪掉 然後85分 隨便 我就輸入一個 最後按新增 看這三個會不會一起來出來 對 所以 四者簽律 EA 這個地方都改 EFG 好 改完之後的話 應該就OK 所以再把它刪掉一下 再啟動 然後一樣就把它填上去 然後隨便填幾個層級上去 然後就按新增 那我們要看到應該這三個也要出來 OK了